我们苗州同胞怎么跑到美国去了呢 这个说了就话长了 我们知道苗州同胞是一路迁移的 他以前也是生活在中原地区的 然后呢因为各种原因呢 我开始往南迁 最后呢迁到越南迁到老挝 那么到了打越南战争的时候啊 其实在老挝呢同时也有场战争的 但是美国打的是代理人战争 他是出枪出钱让别人替他打仗 那么谁替他打仗 就是在老挝的苗州同胞 当时呢他们是站在美军这一边的 那么越南战争美国不打以后撤出以后 那么这些苗州呢 他们就没有办法在老挝下去了呀 于是他们就跑到了泰国 那么成为了难民 最终呢是全部引渡到了美国 美国呢把这些苗州呢 分散在各地安置 因为呢你如果说放在一个地方的话 对一个地方的财政负担就比较大 苗州文化它是要聚在一起的 如果分散的话 它文化就会遗失啊 好在美国呢 它是个自由迁移的国家 所以呢这些苗州同胞 又开始重新的迁移 最终呢就聚职在两个地方 一个是加州 一个是明尼苏达州 那么明尼苏达州是最多的 加州是地爱的 所以说这次黑人暴动的核心呢 就是明尼苏达州 那么这个地方呢 也是我们苗州同胞 主要聚聚的一个地方 他们呢平时也是穿苗服的 他们新一代的苗州人来说呢 怎么去融入美国的文化 才是他们最应该要关心的事情 都因 都因